观众们晚安 欢迎起来Focus 全球新闻 在龙年的第一天的开工日 我们首先要来看的是头条盘算一下 中国大陆对于今年春节 经济冲刺寄予厚望 那么他们的春节呢 实际上是一个长春节 一直会过到这个星期六 现在已经在犯长假 但是呢 春运返乡的人潮已经涌现 其中呢 被提到比较出人意外的 是这一次旅游胜地南海 那么海南岛 那么特别是从海南三亚 这时候要返回大陆的重大城市 比方向北京或上海 回程的机票 一票难求 因此有回程机票的价格大涨了十倍 甚至有人提出来 如果要从三亚返回北京或上海 最好的方式是先飞出国 飞到首尔 从首尔转机 再重进中国内陆的北京或上海 比较有机会买得到机票 这也是最近在热议讨论的 曲线回家的方式 旅客拎着大包小包 再回到大城市 尽管大陆的春节假期 要到17号才结束 但提前收心做准备 全面进入返程阶段 接驳火车客流的地铁站 配合加开班次 14号年初五五 大陆全国铁路发送超过1420万人次 创下春运有记录以来单日新高 接下来预计铁路单日发送旅客 还有望突破1500万人次 今年春运能源流动需求持续旺盛 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正在增强 拜托了就地过年束缚 大家重拾过节的热闹 大陆旅游胜地海南三亚 在春节期间 深内4A级景区 单日接待游客 曾一度超过无数万人次 饭店入住率平均八成以上 当地经营高空跳伞活动的夜者表示 生意从没如此好过 像春节之前 我们这儿的日均客流量 在30人左右 然后春节期间 我们的客流量达到了100人甚至更多 众多游客涌入海南三亚 不过假期即将结束 这下却尴尬了 因为一查返程 从海南飞往北京上海的机票 经济舱 一票难求 而剩余的票 一张人民币破万元 涨了近十倍 美来机场会根据每日的客流情况 增加开通这个安检通道 实际归台 返程机票跪到吓人 各航空公司除了夹开班次 建议游客避免三亚直飞 可以从海口离开 有网友则是提出曲线回家攻略 换买国际机票 从三亚到南韩首尔 中途转机北京上海时 直接终止旅程 这让即便商务舱票价也不过人民币4000左右 另外也是景区人潮多到爆满的上海育员 春节期间日均客流突破20万 氛围还挺不错的 就是来的目的就是主要是看这边的花灯嘛 春节有人气但恐怕不等于有买气 14号初五刚好也是情人节 北京有花店老板就表示上门买花的人不如以往 整体的消费能力还是下滑的 春节这会儿嘛 然后很多人没有回来 北京的人还是少 至于大陆春节党电影票房 累计到15号初六早上七点 将近人民币60亿 一起神和热亚滚汤都看 对 一个四点散场 然后另外一个就接到四点半了 一天看了三场这样子 所以才会一早就来看第一场 就是连看着不停爽的 假期一整天就待在电影院一连看好几部 因为这回春节党 大陆多家影院打出低价策略 透过地方政府补助和骗商任励 平均票价为人民币49元 相较去年均价人民币54元便宜 今年大陆春节党共有九部芯片 不过市场分析类型多为喜剧 较为单一 缺乏视觉效果震撼 最终票房未必能超越去年 大陆内需市场能否有新春开门红还不确定 而节后的缺工忧虑随即面临 不少地方已经启动下乡招工 我们企业有现成的班车和路费的补贴 可以解决你的 就来去这种交通上的一些货顾之忧 有更合适的各种合适你的工作 可以存在你 这张台州就组了一群企业团到贵州招工 最高给出每个月人民币万元薪资 抢人抢快 四川则是已经找好人发出手烫务工返回岗位专列 上海节前就和云南谈妥招了一批工人 假期就要结束了 电队电包机在抵上海 抢先行动就怕节后衔接不上开工 TPBS新闻综合报道